俄罗斯前线士兵排排战念搞要求 普清正式别再放任他们去送死 俄军前线一团乱 现在传出一月中还可能在下达动员令 招募五十万俄罗斯人上前线 乌俄战国猛烈 普清似乎无意停战 现在乌克兰总理接受南韩韩联社专访时 也指控俄罗斯在乌克兰制造世界最大地雷区 面积达到二十五万平方公里 不仅大于整个朝鲜半岛 更相当于七个台湾大小 已经危害人民以及乌克兰的农业生态 希望南韩可以针对扫雷作业提供协助 然而俄军本来表态 东正教耶诞节期间会停火三十六小时 都是假的 乌克兰表示俄军停火根本只维持不到一小时 包括盾内刺客等地 民宅也遭炮击 其他地点战斗丝毫没有减弱迹象 TV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